我们这个代码保护壳 然后今天呢我们主要做 把我们这个壳里面的这个配置本 呃这个就添加进来的这个东西啊 要保存到一个配置文件里 那么方便下次打开 或者将来以后我们比方说修改啊 编辑啊 然后你不要有所弄错了等等等等 方便我们做这些事情 我们看一下我们整个结构啊 打开文件啊 另外有一个事情啊 就是我们那个 这这上捷克说他这个有个bug 就是显示32位和64位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我已经我 我已经修复了 就是他这个不出在我们的代码里 就是他的那个框架里面的 之前给出的那个定义 是有问题的 然后我把他那个定义 我看了一下他原来的那个文件 把他那个定义的那个东西给他修复了 修复了以后就就就就就没事了 就你们定义 你定义的 你用那个时候代码不需要改 代码还是用那段代码 看一下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变成了这个puzesr等等 哎这个怎么这么长呢 我看一下 好呢这个地方这个代码我们还是有问题 我们先把我们这个上捷克留下的buz 先给他修复了 puzesr puzesr cpp 它的长度不应该是这么长 那么 那么所以这个block这个地方有问题啊 嗯 va 是吧 我们这个地方给了一个 那那这个地方不能是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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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是以va来来来决定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 其实就是长度加上 这个因为他这个还是变化的 稍等啊 我看一下 就这个应该是等于这个啊 不然的话他这个不然的话我们这个长度就总是不对 这相对全给解析出来了 对吧 我们重新看一下 我们要看的内容是 c8 c750 我们放100是吧 好那这次就对了是吧 c8 c750 那么那那刚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比方说我们刚好就要这一段的话 我们重新去创建一下 c8 c750是吧 那么应该是 截至这个地方啊 就是 因为因为我们这个算法是 从这个地方减去 从这个地方减去这个地方 所以应该是c8 c7 a2是他的结尾是吧 你要把它找到他的下一行来来来来确定他的结尾 先来重新改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就完整了啊 这就刚好就是我们要的这一段代码 那么这就没问题了 好这几个小小 bug 收入了 接下来接下来看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我们 每次添加的时候把它保存到一个配置文件里 那么这个就最简单的我们直接用 in i 文件其实就够了 所以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最好是我们每一个程序 就是你每每一个这个 就这个以文件名为单位吧 就每个文件名 我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程序 就都有一个自己的配置文件 每个文件名都有一个自己的配置文件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能够自动的加载这个什么呢 加载这个配置啊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东西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做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就未来 它里面的元素肯定是越来越多 所以不能不能说我们每次编译 都把它编的编译到一块 是吧 所以我们要稍微的调一下 就是给它归一下类 输出目录 那么这个输出目录 这个就手动指定吧 因为为什么手动指定呢 因为因为他俩是在一起的 然后就接下来我们重新生成一下 然后这个也重新生成一下 然后分别到我们这个发布文件夹下面 看看都有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的发布文件夹 干净多了 干净多了 那么这个Protect 那么就在Protect下面 然后我们登录器项目 就在登录器项目 因为说将来有其他项目 就在其他项目 这样的话 互相他们互相不乱 别人弄到一块就特别乱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我们这个保护器的项目下面 新建一个配置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叫什么呢 叫State 叫Data吧 数据是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创建我们这个 这个配置文件了 然后这个配置文件的 第一个地方就 首先我们要得到什么呢 得到他的文件名 路径我们就别别别取了 因为路径太长了 这样的话就以他的文件名来定位吧 对吧 文件名来定位 所以这个函点是在他成功的情况下 如果他这个地方都没有没有打开成功 我们就不去干这个事了 是吧 你文件都打不开 我还看你的配置文件干嘛呢 这团定一个函数 都不贵的先进步 从下转身上走 at到山上走 鑫儿子上门 从下转身上走 都没有打开成功 以下转身上走 好 整个人正在看 两个人的描述 演唱 从下转身上走 1 2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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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清空我们列表 为什么要清空列表 因为将来假设说 我们比方说打开文件的时候 呃你没有关闭程序 程序不是第一次运行 程序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 然后这个时候 它界面里可能是有内容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操作呢 就把界面里的所有内容都怎么样呢 都给它清空掉了 对吧 嗯 然后下一步呢 下一步呢 呃 下一步呢 我们求一下它的这个 求一下它的这个路径啊 它这个路径 路径的话 我们之前写过了 写过的话 再写一次 直接抄吧 在这儿 在这儿 找到它出此话的那边代码 在这边求一下它的路径 好 然后给它定义一个什么呢 定义一个app pass 是吧 把这个路径给它定义一下 把这个路径给它定义一下 然后 然后 有两个斜杠应该已经有了 所以说我们 这两个斜杠就 现在看什么呢 是它的这个data文件 这样 然后是s.ini 然后加载一下我们这个文件啊 我们这个文件的规则是这样的 假设我们现在临时性能手写一个 那么第一个呢 它要有一个cant是吧 代表一共有多少列 你把说一列两列是吧 你把说有一个 那边说有一个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第一个 名字 名字好起 是吧 它里面有几个节点呢 定义名称 是吧 第二个 第二个 启动的这个 就是 页字好起来 或者说 干脆用数字吧 这个 因为数字的话 我看需要转化 也用自不串 也用自不串吧 用自不串 而且就用16天字的自不串 然后呢 接下来是什么呢 25是吧 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的长度 代表它的长度 然后 那么我们主要就把这个东西给它 读出来 然后加载到什么呢 加载到我们的这个列表里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就 然后就可以了 我开始写代码 哎呀 这个第一次得笔 原来这么在说 文件已经有了 然后第一个呢 首先读取里面有多少个元素 看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做那个 GAME HACKER时候用过的 我们GAME基础课项目里面呢 有一个 有个项目讲过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 基本上就是根据它的这个节点 然后去读取它的东西 如果读不到这个数据默认为0 哈 然后呢 读取的文件是这个INI这个文件 然后呢 接下来int i等于0 i小语 count i++ 好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 tmp 要出 要得到它这个节点的这个名字啊 得到它这个节点的名字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名字 这个地方的名字 我们叫什么呀 这叫code 这叫code 好 有了这个名字以后 接下来呢 就要开始读了是吧 就要开始读了是吧 这个值的名称 那么这个值是第一个 第一个值肯定是name 第二个 如果没有名字 读不出来就就是没有是吧 好 好 这个谈数要看一下文档啊 因为这个0xf这个参数我忘了 它到底是要的是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这个这个0xf它 它这个数据呢 它一个是两个字节 所以它应该是0xf 乘以2 它到底是要0xf 不还是0xf 乘以2 所以这个我们要 确认一下啊 the size of the buffer 是吧 那么这个应该是求的是这个 还不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不是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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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xf 好 go start 好了这段代码生有了这段代码以后 我接下来上面就直接复制就可以了是吧 第一个名字 第二个呢 一个名字 第二个是start 第三个是base 第二个是 这些是 图案 第二个是 2 三 第二个是 一 好了贝斯都有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长度 为什么说长度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这个 因为你将来还要考虑到一个情况 你这个东西加载加载上来以后 其实我们是不用的对吧 那么如果不用的话就没有必要给它转 因为你只有当你用它之后 你再考虑转的问题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既然我用不着这东西 那我就那我就干脆给你放成字符串就好了 因为我们界面显示的显示的呢 也刚好是这个什么的 也刚好是那个那个字符串 所以所以就是这个原理啊 这个原理 那这个长度这个东西 因为你要用 你通过长度的话 你才能还原出那个 还原出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结束的那个地址 是吧 所以长度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这个你只能保存成一个 Int的一个数据了 好那么这个都这个就全部就读出来了 是吧 那么长度首先得大于零吧 长度不大于零 这个东西就就说明就读取失败了 那么这个这个我们就就不用 是吧 那么但是如果大于零的话 那就说明你现在你得需要给这个 整个整个序列里面去加这个 加这个相关的内容了 这段代码其实我们上面有 我们从上面call吧 整个两年还没有这个 那他这个刚才我们那个文档 解读的就不对 解读就不对 那这个就只能是 它就是零XF 它肯定是这个这个编辑器提示的 一定是对的 那个文档的那个 它是 don't worry 它是这个编辑器提示的 Hintergrund 它是这个编辑器提示的 但是它是这个编辑器提示的 然后它是这个编辑器提示的 不能尽买器提示的 这个我们把它分装成一个函数啊 因为因为两个地方都在用这一段代码 那我们就分装成一个函数 好 第一个名字 第二个名字 长度 然后还有一个 好 也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加载的 如果是我们这个程序启动的时候加载的 加载文件的时候加载的 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去写什么呢 不需要去生成配置文件 否则的话你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关联的是什么呢 关联的反向的 你刚才有读取配置文件 那么我们肯定就要有 有这个生成配置文件这一步操作 首先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addcods 名字 机子 长度 然后默认是什么呢 默认它是有这个 我们把这个指证给它传过去 这样的话可以节约什么的 节约我们的内存 然后接下来把基础代码的 copy到 copy到我们这个 这个区域了 为了我们那个以后看起来方便 我们就不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了 这个 怎么0x8要搞呢 让我想一下啊 我们的领导 那么一回 我们的领导 这个不用管它 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来是这个机子跟这个东西的问题 好像我们这个列表里 好像之前没有考虑到机子的这个事情 现在来看是要的 这个东西 机子要这个东西 主要是为了以后你二次分析和二次编辑的时候 主要是为了这个时候方便 如果我们加了这个0X 那么将来在读取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把这个0X做一个处理 但是好看 处理就处理一下吧 反正现在电脑这么快 那这个时候可不是百分之X啊 是百分之S是吧 加等时候它应该处理好的 我们这个地方还少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是机子 第三个是长度 你想想想这张是我们是要放长度还是放结束啊 哎呀放长度和结束 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 也可以两个都放 也可以两个都放 放长度的话 放结束的话 就是将来你看起来可能会方便一点 有可能直接去那个能找到那个结束位置 你不用去算 如果都放长度的话 那就都放吧 来吧 再加一条 加个列 加个列 这个没算 因为它看不懂咱这边代码干了 什么 Ui的初始化 我的 UI初始化 代码跑哪去了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长度 结束其实就给我们看起来比较方便 然后它这个长度的这个东西 反正这两个东西总有一个是不需要那什么的呢 我们是不需要那个 总有这两个东西我们总有一个是不需要去用来计算的 就是我们可以依据其中一个得出另外一个 那么接下来看看我们要用哪个不用哪个 那整个函数还得重新再调一下 那么因为我们整个结果都变了 那么这个地方又要重新调一下 这个地方少一个 这个这个我们少一个少一个参数啊 那我们这个地方既然都要算了 那我这个地方我就没有必要去用你的这个 那我就把它储存为硬子数据类型就可以了 对比一下 start base 对比一下是我炒的 Base还得存成SysDream的类型 因为机子我们不参与运算 所以就无所谓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两个算数另外一个来 放REN有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start 好OK了 好OK 好 长度 先把我们这个长度给它求进去 就这个start写进去 那么结束 是吧 结束地址等于-start加上有什么的 加上len 然后机子 机子有了以后 有了机子还有长度 长度我们也把它 长度这个就没有必要了 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必要 好 长度也有了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函数就可以结束了 如果这个时候它不是加载 而是添加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重新去 重新去看一下这个事情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看呢 这个时候要 嗯 这个时候就要去生成这个配置文件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 关于这个的反向操作 把这个copy过来 过来的目的主要是看到这些字的 名字 防止输出啊 我们把这个配置文件保存进去的话 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我们重新根据我们这个整个list的表 全部保存一遍 那么每个添加 每天再次全部保存一遍 那么这个话肯定是万我一失 绝对不会错啊 呃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方案 就是 就根据我们现在新增的这个来增加 那么本例来讲的话 让我想想啊